我警告你 你以后不可以和宫市局的人 私下往来 要是惹出乱子来 我饶不了你 那我现在也告诉你 宫市局的路我走定了 我现在在家 连说话的余地都没有 连一个外来的女人 都能压在我的头上 还不许我在外面 找别的出路不成 大少爷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先给老子夺权 你休想 你息怒呀 你息怒呀 您的菜 谢谢啊 好 尝尝这个 几位客官 你们的菜齐了 二位客官 打劲还是住店 来一间上方 还有 备些韭菜送号 好嘞 快点啊 好嘞 天资一好房 客官 这边请 王爷 这边 二位慢点 客官 这边请 这边 二位慢点 客官请 王爷 您先歇着吧 王爷 这香烟小店也不太干净 您就凑合住一晚 还好明日就到京城了 赶了一天的路 您也歇着吧 这里离京城也不远了 您也不必如此小心 王爷 小心一点总没错嘛 来喽 您坐下来 来喽 客官 二位爷 就等了 好 您的酒 您的 爷 王爷 二位爷 菜已上齐 好嘞 你下去吧 有什么事我们再叫你 好嘞 王爷 您请 对了 王爷 可以吃了 这一路上饿死我了 好 王爷 您先尝一尝 来来来 一路新款 喝一个 小楼 伯爷 小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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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好像有毒合乎 糟了 是那些饭食有问题 现在不宜静容他人 喂 能唱得住 这 这苦力无语 咱还是先回京吧 王爷 你要紧吗 我没事 这贼人只是秃产 并没有想到咱们的命 不过此事太过蹊跷 我们还是速速回京 再从长计议吧 王爷 大人 大人哪 恭喜大人 贺喜大人 我何喜之有啊 大人 那欧阳子虞自从回来 便一直卧床不起 迎接兰昭来访之事 又不能耽误 这天家着急 于是又把这差事 派给了我们公事局 这难道不是大人之喜吗 为朝廷分忧 那是本官的分内之事 欧阳子虞当真病得厉害 大人放心 已经告了病退 想必这以后 也不会碍着咱们什么事的 可查出什么没有 大人放心 那种荒野小点 常有贼人横行 偶尔着了道 能查出什么呀 王爷 该吃药了 及时了 已经上午了 吃了这药 整日浑水 还是不吃了吧 王爷你又不听话了 太医说了 王爷误食了乌宫伞 这乌宫伞 最损一根基 功力越强之人 受伤越深 若不用药离去住干净 将来必后患无穷 那太医说 我到底何时能痊愈 太医说王爷好身静养 暗时服药 大概粤鱼就能痊愈了 小璐呢 她怎么样 小璐中度上浅 这会儿早有混乱跳 王爷 你感觉好些了吗 都是小璐大意 还请王爷责访 不怪你 我们在鸣 敌人在暗 防不胜防罢了 对了 去客栈调查的人回来了吗 王爷 我们派学人无论怎么拷问 客栈的人都说没见过 什么会有活的 这其中必有蹊跷 那贼人若只是屠宰 应该会将当晚住房的人 全部洗劫一遍 为何只有我们遭了毒手 恐怕是有人坐不住了 是本王大意了 王爷 您中毒之事 要不要通知霓裳姑娘 不可 她刚入公室 诸事需要操心 还是先不要告诉她了吧 等本王痊愈 亲自去向她解释一下 诺 一定记住哦 用之前先把脸热敷一下哦 好 你们有什么问题 可以到店里来找我们 好的 慢走啊 慢走啊 怪不得大家削尖了脑袋要入公室 虽十五日才开市一次 可成交一次 便能得店铺两三个月的收入 今儿我在店里 站了一上午 才卖出六盒胭脂 三罐去豆糕和一瓶透流 可累死我了 云香 今日出几了 出九一 再过十日就是兰昭来访的日子 到时候啊 整个公室都要轰动起来了 这都出九了 王爷怎么还不来啊 是啊 陆王府好久都没消息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你别瞎说 一定是这次庆典盛大 王爷太忙了 霓裳 霓裳 霓裳你快看谁来了 霓裳姑娘 大娘 霓裳姑娘最近可好 一切都好 前几日我不是在打听文土的田家吗 谁知道这位大娘一听到消息 立马自己找了过来 说是要报答你的恩情 若是没有霓裳姑娘 老夫就算有命冲的监牢 也拿不回自己的家财田产 霓裳姑娘若是需要香草 尽管交代老夫便是 若是您愿意那自然是好的 不过我话可说在前面 咱们既然是做生意 那您该拿的一定要收下 可不能再说什么报恩的话了 既如此老夫便听从霓裳姑娘安排 姑娘是个善人 一定会有福报的 那我就不打扰姑娘了 行 太好了霓裳 霓裳 明妮给小侯爷请安 明妮给小侯爷请安 你们这是干吗 霓裳 霓裳 你非要跟我这么见外吗 若您只是小少爷 那我们便可以不见外 但您是小侯爷 我们不敢不见外 什么小少爷小侯爷的 我们不是朋友吗 叫我子萱就好了 霓裳不敢 你要再这样 我把上次在香草堂订的货 全给你退回来 看你还敢不敢跟我 装模作样子 我们只是小老百姓 得做买卖 您可别吓我们了 那你得答应我 别跟我这么生分 行吗 霓裳谨记 那你女性就忙了 你看她 小侯爷 您就别跟霓裳较真了 她真人就非要 当初跟洛王讲这一套 我给气死 洛王 哪个洛王 我想起来了 前天我爹过寿 她好像也来府上喝酒了 霓裳 你还认识洛王啊 只是朋友 想不到你交友 还蛮广泛的嘛 不过跟她那种人交朋友 有什么意思 满口知乎者也的老儒生 还是跟我做朋友有意思 对吧 谁跟您说她是个老儒生的 她不是吗 其实我也没见过她 我只是在拜售帖上 看过她的名字罢了 您连人都没有见过 就断定人家是 知乎者也的老儒生了 那种人她肯定是老儒生 好了 那别争了 小侯爷 你俩有什么事吗 没事啊 我就是来找你们聊天的 那我们要做生意 没工夫陪你玩啊 我也可以帮忙 不就是招揽生意吗 我也会 你俩瞧好吧 各位各位 快来看看 本店的胭脂香粉 买两个香脂送四个香包 买一家至少 送一条裙子来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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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让我赔本的吗 无论回头 别人不对 怎么可能吗 你家的成本不一样 不是让我赔本吗 是啊 这有哪儿来的爷呀 他是小侯爷 撒了吧 都撒了吧 小侯爷 撒了吧 我知道了 别走别走 买两个香脂送两个香包 两个香包 这样总行了吧 你说是不是 各位 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啊 大家别这么胡言乱语 这不是 快一个 你好了 怎么没人买呢 来来来 那就买两个香蹄 送三个香包 快来买 快来买 假的 你的自作多情的王爷 还担心人家思念成疾 没想到人家玩得那么开心 来来 来来 多 특히你看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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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看到了 买汤 买汤 买一堆送一堆 绝不会吃亏 你找我什么呀 怎么都走了 小侯爷您看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您玩也玩够了 要不回家去吧 家里该等于着急了 着急了 行 我也玩够了 那我先走了 我明天再来 对了 差点忘了 竞标大会 你们准备怎么样了 竞标大会 你们还不知道 兰昭公主 就要来访咱们大宁了 她此次前来啊 除了带来了五色锦 招霞布和火珠外 还要从咱们这儿 带走一些珍稀布匹 上等的脂粉 还有瓷器珠宝什么的 因此啊 宫市局要举办一次 竞标大会 若为者方能参加 贡品甄选 你们香草堂 制衣和脂粉有口皆碑 此次当然要好好 争取一下了 你说呢 去 我们香草堂一定要去 来 阳文秀这个人心术不正 若让他继续留在这里 掌管店铺 迟早会将苏家拉进火坑 你来干什么 少奶奶说您没吃饭 特意让厨房做了几道菜送来 对了 我问你 少爷请说 颜文秀到底是何方样的 少爷说笑了 少奶奶当然是人 她若是个人 我那样羞辱她 冷落她 她 她还厚着脸皮不知进退 她还想要我怎样 少爷还不明白吗 少奶奶是因为真心爱您 自然受得了冷落和羞辱 她真心爱我 真是可惜 少爷 你别这样 少爷 少爷 你放开我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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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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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你 你这是在做什么 你疯了吗 看看自己都干了什么 不成体统的事 我想干什么 与你无关 严大小姐 你还不知道吧 我就是这样的人 无论家里 或是外面的女人 只要我喜欢 不管用什么手段 我都要搞到手 可偏偏只有你颜文秀 我没兴趣 无耻 无耻 对 我就是无耻 你不知道吗 别以为你这样 就能刺激到我 告诉你 没用的 我想你是误会了 你怎么想的 我根本不在乎 等等 你真是 要不你帮我劝劝他 从来吧 你 你不帮我也没关系 我去跟二叔说 让他帮我做主 让我拿爹为妾 你想做姐妹 我倒是要看看 今后你在这个家 还怎么待下去 少年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和少年什么都没有啊 我发誓少奶奶 滚开 少奶奶 你听我说 少爷 少爷她是故意欺您的 您千万不要生气啊 您越生气 她就越开心 您就让她当了少奶奶 我当然知道 但是这种虚弱 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少奶奶 少爷这样做 无非是想让您对她失望 然后逐动离开苏家 不如 不如您彻底打消她 这个念头 我自然是不会离开的 不然我等了这么久 所为何来 还要忍受着 苏家少奶奶 这个令人作物的称呼 受着外面人的指指点点 不认识 王爷 您醒了 你不认识 想说什么就说 总是如此鬼祟做什么 王爷 你要不 让霓裳姑娘 来瞧瞧您的病 我再过几日就好了 无端地惊动她做什么 王爷 您是怕霓裳姑娘笑话吧 堂堂一个王爷 竟然招了江湖毛贼的道 你过来 你过来 别别别 王爷您说 小的 我听见 我叫你过来 等王的话 你也不听了吗 这个 快点 你又那么远干吗 就你什么都知道啊 到处胡说 王爷 王爷 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我知道 王爷根本不是怕霓裳姑娘笑话 就是怕霓裳姑娘担心 我知道 我再也不看霓裳猜测了 告诉你 若是走漏了风声 看我怎么处置你 王爷 您是真下手啊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 就算您不想让霓裳姑娘知道 过这么些日子了 您就不问她过得怎么样 他们照常每日做买卖 西周来的这批货商 近日还烧来了江平川夫妇 新的药妆方子 正打算下一次 再宫市集亮相呢 王爷 您 您倒什么都知道啊 小秦姐姐 咋听得够仔细的 小秦办事 向来比你细致 你不得不服啊 不过王爷 还有一件事 小秦姐姐 没帮您打听到 合适啊 王爷 您知道锦西侯刘子萱吗 二老爷 这个季度各分号的账目已经做好 请二老爷过目 放这儿吧 以后这些明面的账不用拿给我 拿给少奶奶监管便可 诺 怎么了 二老爷 这大少爷和少奶奶总是势同水火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特别是大少爷最近着实不大对劲 他什么时候对劲过 说吧 他又怎么了 大少爷每日出去 却并不管生意上的事 倒是四处结交笼络了不少人 小人觉得 毕竟还年轻 之前又跟二老爷您堵着气 我怕他再弄出什么事端来 这混账现在在搞什么呢 大少爷每日往公事局走的勤快 又在城里结交商户 这这活活把我气死啊 今日时候不早了 就不留你多叙了 回去给苏老板带个好 那袁大人歇息 晚辈先退下 高大人 苏公主 大人 这毛头小子 一脸急功近畏的样子 靠住 年轻有年轻的好 做事或比苏公明更稳更妥 还是再看看 不要两虎为患就好 那大人还要抬举他 苏公明越老做事越毛躁 又不会为人处事 本官早就烦得老匹夫了 刚好这小子有掌权之意 叔子俩互相制衡 这合了我们的意 大人英明 好 你 très Good 好 好 我好 真的 舍舍 今日看你忙得很 想问问你在忙些什么 我还能忙什么 这买卖上的事我也碰不着 不过是跟朋友喝喝酒 娶娶乐罢了 我看不止喝酒娶乐吧 甚至连买卖一并都做了吧 听闻公事局最近很赏识你 原府的门槛都快被你踏平了吧 二叔久不与公事局来往 我怕输了历数 因此私下败忘了几位 有什么不同吗 也没什么不同 不过咱们苏家是做买来的 这官场上还是少纠缠为好 二叔似乎话里有话呀 我确实是有话 不过现在大少爷背后都有人给你撑腰 想必二叔的话也未必听了吧 二叔误会侄儿了 我纵然在外面有别的买卖 那也都是为了苏家着想 那二叔要谢谢大少爷了 这现在苏家上下老得老弱得弱 以后看来都需要 仰仗大少爷的关照了 我今日来确实有一事要嘱咐你 不知大少爷是否愿意听啊 二叔有话 弹脚无妨 好 这文秀现在是苏家的人 不管你现在是接不接纳他 都在外面打个圆场 方不惹外人笑话 下个月初三是陵渊外的大寿 你便带了他去 一来全了礼数 二来也堵了外人的嘴 他有手有巧 若要去祝寿 自己去便是 何许我来带 困兆 文秀现在是苏家新进门的媳妇 你不带他去 他如何出得了场面 若不是你这个小子 耽误了人家姑娘 何至于我二叔现在 为你费尽苦心 他什么时候成我新娘子了 我们并没有败过他 在我素问于言里 他永远都是言姑娘 简直是一派胡言 若不是我从中周旋 你言伯父早就从淮州 来打你识问了 你若不带他去 我便去问问你那些朋友 你们私底下 到底干的是什么买卖 我倒是要看看 是你小子面子硬 还是我的手段狠 你若不带他去 逢场作戏而已 我都不当真 你又何必计较呢 你什么意思 我要是你 便依了而数 原苏家的面子倒是其次 砸了自己的买卖 那可就不得了了 给你们做的好看吧 好看 回头再给我们亲爱的客人啊 好嘞 小心马车啊 谢谢 谢谢 哪儿来的寻散小侯爷呢 成天往这儿跑 不成个梯子 今天没什么客人 可以陪我玩了吧 小侯爷 这个什么味儿的呀 这两个味儿怎么不一样啊 可惜了 我这块好方巾啊 乖啊 对 来 你怎么不爱理人呢 小侯爷 我们要干活儿 不像您不用为衣食所忧 你这人 我是关心你们 才常常跑来看你的 不然你以为我真没事干呀 那小侯爷 你平时都干什么呀 我父亲已经向天家举荐 这次兰昭来访 派了我去都办呢 你 对啊 怎么了 我不能去都办吗 虽然不是什么正经头衔 父亲也说了 让我跟那些公事局的采办 去历练历练 但其实啊 管的事可多了 可公事局的事 不一直都是落网都办的吗 你说那个落网啊 听说他病了 这次就不用他操心了 病了 他何时回来的 早回来了呀 你不说他是你朋友吗 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小侯爷 我还有事要出去一趟 元香 你招呼着小侯爷 好 你去哪儿啊 小侯爷 要不您先回去吧 改日再来 行 那我改日再来 救命啊 这谁干的 给我出来 王爷 王爷 霓裳姑娘来了 你怎么不拦着她 我 无须拦我 我说完便走 敢问王爷 您是何时回的京城 回来为何不告诉我 小金先退下了 霓裳听闻王爷生病了 特地前来探望 想来王爷身体已是无恙 那倒是小女想错了 陆王府本就是名门望迪 霓裳一平民女子 本就不该来攀附 本王是病了 怕讨扰姑娘 就没派人到方室 姑娘这么忙 恐怕 也没空搭理本王了吧 这阵子本王不在京城 听闻香草堂 来了一个小公子 与姑娘交好 真是可喜可贺啊 王爷说的可是锦西小侯爷 本王倒是没想到 姑娘交朋友倒是爽快 真是可笑至极 交了一个朋友何错之用 王爷您离京数日 您可知 霓裳有多担心您 如今生了病 也是瞒着我 您可有在意过我的感受 好 好 我今日就不该来 算我自作多情 霓裳姑娘 霓裳姑娘 你别走啊 王爷不是那个意思 王爷 您这又是何苦呢 给我更衣 我要进宫 可是你身子我还虚着呢 你进宫了干什么 本王已经痊愈了 兰昭竞标会的事 当然要自己揽回来 王爷 王爷 上回在客栈 给我们下毒那伙计 找到了 我们下雨了 你怎么办 花伞 慢一开嘞 好果不挡道 让开 花伞 你怎么了 走路不在眼了 让眼吧 您那姐 您那 爷 你个破事 公 公 你确定 你没有看错吗 绝对没看错 那家伙长得 贼没熟眼 烧成花我都认得 他果然是公事局的人 原本以为客栈一事 传出我们 没想到 真的有人向王爷 故意下手 好 舅妈说了啊 再没胃口也得吃饭 赶紧吃饭了 我真的不想吃 那你自己去跟舅妈说去 省得我替你挨骂 你从罗王府回来 就闷闷不乐的 怎么了 王爷病怎么样了 他没事 那那 怎么还闷闷不乐 就是脑子坏了 他居然吃我 跟那个小侯爷的醋 你还笑 不是我说 那小侯爷跑这儿 确实轻快了些 来这儿 就缠着你问这问那儿的 换做是我也要疑心了 可他是侯爷 现在又管着公事局 难道我还要故意 去得罪他不成 算了 小侯爷也没坏心 你就跟王爷解释解释就行了 我解释了 他不听 而且 他生病这么大的事 都不告诉我 分明就是咽了我 不是 我说你们俩啊 一个在这儿瞎生气 一个在那儿瞎疑心 就不能把话摊开了 说明白吗 你看我和成天 他心里有气 索性就骂一顿 骂完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多好 前些日子 我听见舅舅舅妈 在商量你跟成天的事 说要把你们的事办了 你怎么看呀 这事你跟我说干什么呀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吗 可我怎么瞧见有人大半夜的 还在床上翻假衣的图样呢 被你发现了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式的 让我看看呗 没有 没有 臭包子 大人 这竞标大会 虽然是归了咱们公事局 但是天家 却准了洛王协力 真是晦气 无妨 本官倒要看看 这欧阳子虞还有什么本事 早至如今 当时就不应该留他一条信物 是 那个火居 打发了吧 好 卉大人 已经打发了 给了一笔银子 打发回来乡下了 也罢 兵来将党 水来土也 是 大人 既然那瘟神 只是协力 做主的还是我们 咱们不用跟他客气 光大人 高大人 嗯 老爷回来了 富三呢 在夏人房里吧 老爷叫他做什么 明天转辆马车 赶紧马上送走 这是怎么说的呀 他是我娘家外甥 当初说好了接来京城 给他个虔诚的 怎么能说送走就送走呀 嗯 我不送 谁让他把那事给办砸了 现在袁大人怕追出根底来 只能彻底把人打发了事 那是你们的事 当初让富三去办那事 说好了给五百两银子安家费的 谁知一个子都没给 让我怎么面对娘家人 死一时比一时啊 他若不走 将来被查出来 你我可都是要吃官司的 如今要赶他走 他要是不愤 跑到上头告老爷一状 那你我才真是作茧自负啊 他 那你说如何是好吗 依我说 还是让他在府上待着吧 没事不要随便乱跑就罢了 姓袁的若问起 就说已经打发了 是吗 姨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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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姨不回来了 那 赶紧再来吧 三儿 有什么事不能当着你姨夫面讲的吗 说吧 就是吧 买京城 有些日子了 我听说京城最先楼的菜 特别好吃 什么八宝乳酥啊 水晶蒸虾饺啊 所以想象三姨借点提起的银子 去见见世面 说什么借呀 明儿哥让管家给你拿上五两便是 你才五两啊 那你想要多少 五两 六两 七两 百八起来两吧 什么呀 你是想把最先楼买下来是吗 兇不可掉眼 我不是还想再做几身衣服吗 然后再去经常好玩的地方 转转 你姨父为官清廉 我们一向 只是过着普通人家的生活 普通人家 普通人家 能带这个呀 莫无尊重 没大没小 莫无尊重 你们整日 锦鱼是吃香喝了 低头 都看不到脚了 那肚子大了 怎么说话呢 流油 你 你 粗疏之辈 老爷 老爷别动气啊 别动气 给我撵出去 撵出去 你笑 我谁啊 这真的 放开 你们给我发开 你们发开我啊 你们弹上事儿了 你们弹上事儿了 你们弹上疤了 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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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儿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